欧洲议会议员每年有两次额度 可在议会大楼内举办展览活动 斯洛伐克级的史蒂芬尼兹 他的儿子与台湾媳妇常驻台湾 他本人也经常访台 他说越来越多欧洲人对台湾感兴趣 他也乐意与台湾分享机会 透过这次展览 不只呈现台湾花卫的美丽 还有台湾人的美丽 我们不想到台湾里的情况 是台湾是厨面或是亚洲的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财力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相产 因此更多也网绘的美丽 是想要考虑地在台湾 我认为这种展规则 这次展览特别把对台湾有成仙其后意义的两株兰花带来欧盟 一是在兰羽发现的原生种台湾阿嬷 所有台湾品种的改良衍生都是从它而来 二是全球各种兰花里是在超过50%最受欢迎的V3大白花 显示开拓欧洲市场的企图心 全世界每两个品种其实就有一个品种是从台湾来 甚至每三颗兰花就有一颗从台湾来 所以在整个兰花的市场的一个产值跟全球的市占 其实兰花的台湾代兰花这方面其实是独占凹头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利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合 然后营造我们在整个台湾 其实在欧洲这方面整个市场的一个消费能量 然后也把台湾兰花的能见度跟台湾这块品牌 能够在这边起来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驻欧盟兼比利时代表陈立国认为 这次将台湾兰花带来欧洲议会 除了展现台湾在半导体之外的软实力 另一层用意也是为了感谢欧洲议会对台湾的支持 随着欧洲议会也好 欧盟也好 跟我们台湾的关系越来越强化 我们认为透过举办这样一个有特别的台湾特色的文化活动 可以让他们看到台湾的另外非常的特别的 而且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文化的实力的这一面 因为欧洲花市长期由荷兰称霸 兰协秘书长曾俊碧指出 荷兰的兰花较小朵 透过自动化栽种也不弱台湾讲究花形 因此这次展览特别选出台湾更胜一筹的大花形品系 让欧洲人留下深刻印象